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大概十三四岁就想要念心理学了 因为我在小学大概十一十二岁的时候 那阵子在班上被排挤得很厉害 那后来就是升国艺的暑假等于十三岁的暑假 去参加一个心理师的成长团体 他是办给就是我们这些都是视障者的同学的 那我在那边得到很大的帮助 到我国艺之后我就没有再被排挤了 所以那之后我就对心理学非常感兴趣 那也希望成为像那个心理师那样子的一个 能够帮助到同学的老师这样子 所以是抱持一个想要成为一个助人工作的心情 来念心理系的这样子 是的 那那时候你们可以选择的科系应该比较有限嘛 是的 就是有多少心理系有开这样特别给这个视障者的缺啊 以心理学系来说 我印象中的其实就是只有辅大 其他的都是合并就是心理辅导啊 或是心理智商的这样子 因为我们身上考开给视障者的科系 本来就比一般的同学还要再少这样子 嗯 那你进来辅大之后觉得这里学的心理学跟你想象的是接近的吗 嗯 我觉得蛮不接近的 像我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要学这个人脑的构造 然后也没想到要学这个制约这些东西 我一开始就想心理学应该就是学一些能够更好倾听别人 然后更好帮助别人的这个方式而已 我一开始的想法是这样 那会觉得有点被骗了吗 还是怎么样去做一个心理上的调整 我那个时候 嗯 其实我一开始会觉得有点被骗 那我怎么调整 就是后来我就问那个老师 也问同学 就说 诶 这个这个我感兴趣的这些什么资商啊 这个什么时候学到 他说哦要等高年级 我心想好 那我一定要趁到高年级 所以我就这样糊里糊涂的 然后也是也是很努力的就是念到高年级去 那就真的有学到我比较感兴趣的这样子 嗯 那接下来你就进到摄文组吗 还是中间有一个过渡 读完大学之后 中间去工作两年 然后就进到这个碎文资商组这样子 嗯 那那个时候没有直接念的原因是什么 哦 其实一直都是家里的经济因素 就是 呃像我读大学的时候也会很努力读书 也是因为就是要拿奖学金 我们家里呃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那我那个时候就想说我工作个两年 靠我自己的钱继续往上读书 呃一来压力也比较小 二来也不用 嗯 每个学期都因为这个要拿奖学金 那个拼得头破血流这样子 呵呵 所以那现在 因为你现在是算在休学的状态吗 对 然后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卡住了还是 呃论文写不完 哦 对 啊 这是不同意的一条路 那所以你现在就是在准备写论文 然后回来就是要把这个学位拿到这样子 是 嗯 那那你要跟我们讲一下 你在那个工作的两年 你做什么事情 哦可以啊 我工作那两年是在劳动部的1955专线 那就是劳工申诉的专线 但我们服务的人 呃服务的对象 像是呃就是一般的本国劳工 然后服务的对象还有包括雇主 因为他们也会有一些人之打电话来问法令的一些 劳工法令的一些规定 呃然后也包括处理呃外劳 关于劳动部这个申办案件的部分 还有呃解释各个行业可不可以使用外劳 就是我们负责很多法令的一个解释 等于说是呃劳动部的第一线的接线人员 那等到我们这个没办法解释才会转上去由专门的公务人员负责 那我们在那边等于也是劳工这样子对 可是你你不是学那些法条的啊 你有他们有给你们一些训练吗 还是什么 呃有就是刚刚进去的一个礼拜会先训练 但是我说真的那个真的要花时间去读 如果不花时间去读像我不是本科出身的就非常的辛苦 对那也是在那那个读呃读法令 然后在工作这个高压的一个环境下我的呃所有的光绝也是就完全退掉 这样子对就是蛮辛苦的一段时间 为什么会会有这样的状况 呃清光眼那清光眼然后因为压力太大 然后就整个爆发就蛮严重的 嗯这样也这样很像有一点不值得 嗯没关系啦就学点经验后来做事就慢了一点 嗯那所以呃去做你这个接线服务的 他们呃比较多是视障吗还是其实都有 哦有明眼的也有脚不方便的 然后也有也有像老师说的都是视障的 嗯对就是各方面呃声音障碍大概比较少是听障的啦 但是我们想到脚不方便脑麻的就是都有这样子 所以你你自己觉得在这个工作上你的收获是什么 我的收获其实我开始擅长听懂别人的问题 是什么呃因为老师会教这个呃老师会教一些就是比较是书面的东西 比较理论的东西但实际在用的时候还是要跟人有些接触 那在这个过接触的过程里面呃就是借着各种试错的机会 当然也会被也会被民众骂 哎你怎么那么骂还是听不懂我的问题你这个问题怎么怎么找半天都还是找不到我不要这个答案 就是会被这样子的一个民众就是反应啊 那在这个反应的过程中就开始慢慢的修正自己呃一方面是解释法条一方面是我听懂 别人他要什么那有些人他很明确就是要要要就是讲一个故事原因就是要我们这边属于官公 家的一个单位跟跟他说这样雇主违法那这样他就可以去做一些接下来的一些行动 但是我们又不能这样子讲我们要要地方政府认定 对就是呃很多的一些语言陷阱啦那这个语言陷阱是我觉得在心理系会有一些启蒙那真的到这个呃就是我们从业的时候会呃因为有写的教训 所以会更加的明晰就是会训练到听力特别是电话又都是听力对这个语调啊那对这个呃情绪的起伏啊这个会听的会被训练的更多特别是用听力 因为电话就算是一般的呃明眼的同学或者是明眼的朋友也看不到对方他的表情 所以在这一块我觉得自己被训练的蛮多那后来在呃兼职实习的时候也比较能够呃 就是借由听力去同理个案的一些状况这样子 所以那你现在有另外一个身份吗对吧 对 就是对那你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怎么样踏入这个另一个身份 诶这个也跟这个尖子实习有关 就是我在尖子实习那个呃地方呢服务的都是吃药的个案就是吃这个 躁郁症的药啊忧郁症的药还有视觉失调症的药那他们长期吃药他们的身体就很僵硬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呃我除了跟他们聊聊天呃那还有什么能够帮助他们的 那正好呃就是在呃网路上有搜寻到精油我就想呃闻一闻香味会不会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一种放松 所以我真的是尖子实习到一半然后跑去学这个方疗就希望呃除了这个聊聊天 然后借由一方面是借由香气一方面是如果机构允许我对个案做按摩的话那我可不可以放松他们的身体 所以后来我就去考这个方疗师的一个呃国际的执照这样子 会很难考吗 呃以初阶来说还好就是呃比较难的大概就是要背那个拉丁文的学名 嗯对那对那其实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我很庆幸就是有上过杨明老师小邱老师的课 那像这个大脑的构造啊边缘系统啊这个呃就是从这个秀从这个这个秀觉的一个部分啊就是之前身体心理学都有教过这样子 那在学的时候哦这个性人和哦这个海马回跟记忆有关这个性人和跟这个情绪有关 哇这个学起来就觉得哎这不是我之前学过的东西吗 那考这个问答题的时候就会写这样子对 所以这个呃考过就可以呃怎么讲 因为这个只是不是一个国家级的考试吗 那那其实我相信啦一定也有人根本也没有任何的这种执照 他就在职业嘛对那你们有怎么样的一个呃管理机制吗 就说哎如果你是要呃在什么样的机构底下 然后你必须要获得这个证照 你才可以说你是什么什么方疗师 还是说现在这个呃还不是那么的明确 嗯其实这个可能就是看两方面 一方面在国家国家目前的一个体系来说 其实是不不认可这些方疗证照的 嗯那所以国家这边来说呢 就是我还是必须要去考这个丙级按摩技术师证 或这个乙级的一个技术师证 那这样子去从事按摩会比较符合法令的规定 那但是在国际或者说在我们这个方疗界 确实是很看重就是呃要有这些执照的 像是比较有名的就是美国的Naha Naha那跟那个英国的IFA还有IFPA也有 就是各个国家他们都有认定的一些执照 那这个在国际上是会被承认的 嗯对那当然学过这一些基本上在使用精油的时候 才可以比较避开一些呃就是让对方过敏的 或者是说危险使用精油的一些状况啦 我是觉得学这个跟没有学这个的差异 一个是在这里这样 那现在呃怎么说就是方疗师会是一个自己呃独立 可以开一个小诊所然后去营业的这样子一个职务 还是说多数的有这样证照的人 他可能结合他自己其他的专业 然后只是在他的这个专业里面去辅佐这个方疗的部分 哦这个这个都有 只是我可能要修正一点点用词 就是通常我们会说是工作室 比较不会说诊所 在国家很忌讳这个诊疗这一块这样子 那我们也不是为服务旗下的一个证照的持有者这样子 对那做工作室的 或者说在18点服务的嗯或者是说像老师说的我可能是心理师我可能是我有遇过我有遇过是这个呃只能治疗师的呃老师他自己也有方疗的一个执照那他当然就是合并他的工作呃就是一方面呃做只能治疗一方面也是� 帮个案就是做一些服务那护理师也很多护理师也很多有这个方疗的一个执照那他们就是像这个安宁病房啊他们就会帮这个病人做一些按摩那做一些味道就是给病人一些香味让他们可能情绪比较好一点这样子 那现在听起来这个可能相对呃入门的门槛没有那么高那这样会不会变得说竞争很激烈啊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呃证照嘛那你要怎么样去找到你的客源 嗯嗯竞争会不会很激烈我想竞争竞争是会激烈的因为呃像我是拿到初阶证照那当然呃现在我也在进修高阶证照呃像高阶证照的可能别人觉得呃比较厉害啊那当然就比较容易找到这个按摩的一个客源 那我自己的话目前是靠着呃呃熟人介绍那再来就是我自己也不能够做for time就是不能做全职的因为我也要写论文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接part time 然后有个案然后赚一点钱其实就好了这样子那你自己会想呃未来这这会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 嗯我觉得未来的角色应该应该是这样就是我想要考心理师那考上之后我就可以就是一边做心理师然后一边做方聊的工作 其实之前那个我上我上宁老师宁国新老师的课啊他就说叫我不要只学只学智商多少要学点按摩这样别人比较容易掏钱这样子 哈哈哈哈没有道理的对所以就是你会比较想要在智商中带入这个方聊的部分对 那有有想过就是呃假设智商是这条路不是那么顺利的话那是不是可以就是直接用方聊或者是方聊加上就是按摩来当做一个主要的一个怎么讲职业发展 其实老师我有这样想过嗯对因为现在现在我我这个全职实习的地方找到澎湖去了然后论文当然是要努力看看啦但是全职实习也不确定能不能够顺利结束那反正就是多给自己自己一条呃就是多给自己一条后路那这样子总是比较稳 嗯对那你你为什么会找到澎湖去啊你觉得这个跟你是是这样子有关系吗 哎这个我觉得不能说没有关系我会找到澎湖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妈妈是澎湖人那嗯就是我阿姨正好也在澎湖的呃就是公家单位服务这样子那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人脉关系 呃找到一个学校那当然就是跟我知识这样子有没有关系也有一点因为其实我最开始是在分导找那我投了三四十家呃有大概一只手数过来的数字会叫我去面试但是面试都是被取或者是就没有上这样子嗯对那呃呃当初又很想要有这个全职实习的一个机会 所以呃就千方百计想办法那最后只好找到澎湖去这样子嗯我现在对就是即便不是适当的学生可能找全职实习都是呃不容易的啊因为很多人要实习对竞争很激烈嗯尤其可能风评比较好的机构那个应该就是更抢手 对啊那你你觉得这个就会是你未来的想象吗还是说你有什么其他你觉得自己也会想要试试看的事情是说关于方老师不是啊就是关于你的未来职业的发展哦职业的发展哦嗯我目前想到的就是呃就是方老师跟这个心理师 那呃嗯确实啦就是方老师跟这个心理师的发展哦然后可能还会去考个按摩执照那其他的我我没有特别想法只是升学倒是有一点在想要不要去读宗教的博士班对嗯为什么突然冒出了一个宗教博士班因为我自己是基督徒啦那嗯就是对宗教还蛮有兴趣的我喜欢读圣经对嗯嗯对所以那对啊 就是在想在想在想心理跟宗教可能会想一个读博士这样子哦可是也不一定要读碎文智商主这个我都还在想嗯嗯嗯嗯好不过现阶段应该是先把论文写完对后再没结对然后还要实习嘛对不对对那你你现在怎么样规划你的时间啊一边写论文然后一边要做方聊我现在的话 我大多都会把客人安排在六日嗯那我平常日的话就是乖乖写论文这样子嗯嗯嗯对不然就是廉价廉价这种也蛮好嗯找到客人的对嗯嗯所以你是有依附在某个工作室底下还是你就是自己有一个工作室然后别人来找你我自己有一个工作室然后别人来找我那是在你家吗还是有一个特别 的地方哦在我家哦所以变成说你家要空一个出空间出来这样子嗯对等于说我在房间空一个空间出来专门用来帮别人放松的这样子嗯嗯可是那这样你会不会有一些危险的部分啊因为你毕竟看不到嘛那如果那个人他怎么样有别人在辅助你吗嗯老师指的危险部分是就是可能有人要 就是要伤害你啊或者是什么的哦哦嗯所以目前在我房间的话我都直接女客只是第一个那再来再来就是呃如果真的要真的要接男客utors 或者是说呃或者是说就是呃客人要来的话我会看看我我爸妈其中一个要在家这样子哦对不问你你如果在家里还有一个别人那就稍微好一点点 对啊 因为就怕 就是说你看不见 他如果要对你做什么 你可能反应时间会比较慢 对 那你觉得这些事情 跟你念心理学有什么关联 有什么帮助 你刚才有稍微提一点 就是在考这个证照的时候 除了这个之外 你觉得心理学的训练 为你有什么样的好处 我觉得可以分 至少是两三个方面去看 第一个方面就是 我学心理 特别是我自己学心理 总是会希望带给别人快乐 那以这个芳香的一个 芳香的一个味道来说 它确实是可以给人 无论是提振精神 或者是在心情的舒缓 压力的一个舒缓的方面 我觉得这一块 其实它会比我用什么话术去做 还来的就是直觉感性多了 这样子 那这当然也是芳香疗法历史 就古代的人就是烧这些植物 什么白树微草 这些东西 那一方面就是进化心理 一方面就是远离疾病 对 那这一块的话就会跟 就是我一开始想要 助人为乐的这一块有点关系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 就是提到的这个 人体的一些基转这样子 就是以福大心理来说 我们会学一些生物的知识 那这些生物的知识呢 一方面当然是帮助我们考试 可以获得一些分数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当我们在 当我自己在职业的过程中 客人有问到说 为什么我 为什么我 你压我左脚 我比较不痛 压我右脚 我比较痛的时候 我就会问说 哎 你是不是右边用 右边的肌肉比较多 所以这个就会比较痛 像这样子的一个知识 对 就是在这个生物方面 有一些粗浅的一些认识 那再配合这个按摩的一些手法 其实很容易就能够感知到 就是对方他可能遇到的一些状况 或是他的知识 是不是正确这样子 那当然要透过触觉 然后也要透过一些经验 只是说 只是说就是这些知识的累积 加上经验的累积 就是会很直观的 让别人觉得 哦 原来这个方老师 他不是说什么都不懂 也不是只懂的按摩 或者是只会调精油 比较不是这样子的这样子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的话 其实这个是我很感兴趣 我一直想找个案实验 但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哪里找得到的 就是在精油界 当然有一个日本的学者 他说有一个配方 就是安油醇迷迭香 加两滴 然后加上这个填成一滴 这个配方呢 是可以帮助这个 就是失智症的患者 能够提振精神 然后刺激他们的海马回去 影响他们的记忆 那还有一个配方 就是晚上这个要休息了吗 那就是加一滴的柠檬 然后再加这个两滴的薰衣草 那协助他们安眠这样子 对 就是这个我一直很想试试看 但是就找不到适合的个案 对 那这一块我觉得也是跟心理学有关的 就是对 大概目前想到的是这三方面 那你觉得就是因为你是这样的关系 你在做不管是方疗或者是按摩上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优势 跟什么样的可能的劣势啊 嗯 在优势方面 其实我会觉得 因为我没有办法透过视觉去看 所以我必须要仰赖其他的感官 那就会特别的用心的去 例如说去摸 当它这块会痛 其实有时候就是摸起来 它这边就会有点鼓鼓的 就是它的气机在这边啦 那简单来说就是气不通水就痛了 嗯 这是借由触觉的方式去跟我们的客人 就是有一些的互动这样子 那也是因为看不到 所以会很在乎就是客人的一些反应 他可能突然 可能是抽了一口气 就然后我就赶快问他说 哎你会痛吗 像这种就是很立即的一个反应 就是在因为没有视觉的一个状况 所以会特别的去留心这个其他的一个感官 那我觉得比较不方便的地方 就是有的时候要确认一下客人 就是例如说因为像经由按摩 他一定是要脱的只剩下内裤才可以失速这样子 那可能就要问客人说 哎你现在好了吗 那好那提醒他好了可以趴上这个按摩床这样子 对或者是 嗯 或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其实要学 学着这个帮客人用唇露去敷眼睛 那 呃我们都学过怎么做 可是我觉得我觉得看到客人有时候还是会不太放心 就是说 呃我就我就拿那个呃化妆棉要帮他服 那他说哎我自己来好吗 我说好啊好啊 我就把那个化妆棉给他这样子 嗯嗯好 那那我接着想问你呢 就是呃你会给那些想念心理学的人 还有正在念心理学的人什么样的建议 就是两群不同的人 嗯如果你是想念心理系的同学 其实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就是呃我觉得我们要呃抱持着这个开放的态度 就是因为我因为还想念的一个阶段 毕竟是在这个其他的一个呃国中啊高中啊或者是更小 搞不好小学的一个升学的阶段就想念了 那呃读过这么多的书 那呃最后能不能像心理系它毕竟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我觉得都是要呃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就是无论上什么系要不要先体验看看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那你真的很幸运的就是上了心理系 就是你呃如果读了这个心理系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就是也是经验之谈 就是现在上了科目喜不喜欢 呃喜欢吗 为什么不喜欢为什么 就是可以去思考 哇那对以未来的这个呃呃哎从业之路有没有帮助 我想如果你正在读心理系的话呃我觉得一定要 读信它是有帮助的这样才念下去 不然不然就不然可能就很容易就是 就是离开就是曾经这个心心念念想读的这个心理系 就是一个是一个是开放的态度 一个是坚定持续的往前走这样子 我觉得是这两个 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刚刚没机会讲到 然后你想要补充的 我觉得在读我自己我自己在读心理系的时候 我会尽量选跟人有关的一些课程 对那如果说你也是喜欢跟人有一些互动的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朋友 我觉得不妨试验看看 那这些多跟人互动其实会很帮助我们 在日后出社会跟别人相处的一个过程 就是它都会是一些滋养 都会是一些给予我们前进的动力 像我之前我简单讲 就是我是基督徒的一个家庭 但是我去访问这个神降脚 我就觉得哇既然有人是这样活的耶 我的心胸就更开阔了 我就不会觉得说一定是只有基督教才好 然后碰到谁就想要他一定要信基督教 类似这种 就是开阔的心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快乐 简单来说是这样 好那谢谢金鱼 然后如果你是KKBOX的用户呢 你等一下会听到这个金鱼要点给你听的一首歌 那要请金鱼跟我们说一下你要点什么歌 然后为什么 我要点蔡纯佳的陪你看日出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的旋律很好听 它是改写自这个日文的这个泪光散散 那我直接讲这个中文的歌词 我觉得日出它就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意象 就是一天的起头 感觉很多事情都有机会发生 就像我们可能在读心理系的过程 或者是说你正要选择这个心理系 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新的一个起头 如果能够找到别人 或者是我会想象有个长辈陪我一起看日出 那种温暖我想要带给大家 好那就谢谢金鱼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 谢谢 我是黄耀明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